作为一个外地人 来景德镇 必须得吃一碗景德镇正中的冷粉 这也是景德镇著名的小吃 今天我找了一家景德镇冷粉店 是隐藏在小巷子里面 可能连本地人都不太好找的 就在这个巷子里面 土地弄 一直往前走 我也是凭感觉走了 一直来 感觉这个巷子有点深 不过只走就可以找到了 非常好找 津津冷粉 看着像别人家 老板 没卖了 9月1号卖 现在没有卖是吧 没卖 我歇了 要9月1号 好的谢谢 刚刚找的那家店 老板说他暂时不干了 要9月1号再干 然后我在就近又找了家 这家店看上去像连锁店 冷粉实际上就是景德镇的一种特色拌粉 有点像南昌拌粉 但是它们的区别也很大 南昌的拌粉是江西省最细的米粉 景德镇的米粉是江西省最粗的米粉 这可能是我吃过最粗的江西米粉 直径0.5厘米相当于古通筷子的粗细 冷粉的制作过程相对比较简单 先把粉放锅里面烫一烫 然后添加各种调料 有腌菜 橘子皮 葱花 还有新鲜的剁椒 干辣椒油 再放上香油和酱油 喜欢吃肉可以加上牛肉 最后用筷子搅拌 搅拌均匀以后 即可装完食用 吃冷粉最靠谱的就是搭配一份肉饼汤 这个味道和南昌瓦冠汤的味道是一样的 我上一次吃冷粉的时候是2002年 那个时候只有树粉 没有这么多品类 价格也很便宜 我上几回吃冷粉的时候呢 冷粉还是一块一碗的 一块一碗的 现在的冷粉品类很多 也很丰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吃不出20年前的那种味道了